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一个橡皮筋 拉伸它后它会变长 但如果你用的是超弹性材料 拉伸后它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变形金刚的战斗 瞬间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甚至比之前更有活力 说到超弹性材料 大家可能会想到记忆泡沫或者超级橡胶 但其实最经典的例子是超弹性合金 比如涅态合金 NITI 这种材料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可谓是神奇 比如在牙科和心脏手术中 涅态合金可以用来制造支架和导管 帮助医生在复杂的手术中变形并适应不同的情况 有趣的是 涅态合金的发现其实是一个意外 科学家们在研究合金的过程中 发现它在加热后能够恢复到特定的形状 简直就像是材料界的变形金刚 这让人不禁想象 如果这些材料有意识 他们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偷偷聚会 讨论如何在下一个实验中变形得更苦 而在运动领域 超弹性材料的应用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想象一下 运动鞋的鞋底如果采用超弹性材料 运动员在跑步时每一步都能像弹簧一样反弹 简直是飞起来的感觉 这不仅能提高运动员的表现 还能减少受伤的风险 谁不想在赛场上像超人一样 轻松越过对手呢 当然 超弹性材料的应用并不仅限于运动和医疗 他们在航空航天 机器人技术 甚至是日常生活中都有着广泛的前景 比如 未来的智能家居可能会用到这种材料 制造出能够根据环境变化 自动调整形状的家居 想象一下 沙发可以根据你坐下的姿势自动调整 简直是懒人福音 总之 超弹性材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前沿 更是我们生活中潜在的运动奇迹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像这些材料一样 灵活应变 勇于变形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隐形之一 隐形材料的隐秘革命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隐形之一 隐形材料的隐秘革命 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的情节 但实际上 这个话题比你想象的要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隐形材料的历史 早在古代 隐形的概念就已经存在于神话和传说中 比如希腊神话中的隐形斗篷 可惜的是 古代的魔法师们并没有留下任何实用的配方 直到科学家们开始探索光的性质 隐形材料才逐渐走入现实 隐形材料的核心原理是光的操控 科学家们通过设计特殊的结构 使得光线在材料表面发生弯曲 从而让物体消失 这就像是你在超市里看到的那些隐形标签 实际上是光线被巧妙的引导 导致你看不到它们 有趣的是 隐形材料的应用远不止于让人消失 比如 军事领域的隐形技术 可以让战斗机在雷达上隐形 这可不是为了让飞行员在空中玩中迷藏 而是为了提高作战的隐蔽性和安全性 此外 隐形材料还可以用于建筑设计 创造出隐形建筑 让它们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仿佛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当然 隐形材料的研究也带来了不少幽默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 试图制造一种隐形斗篷 结果不小心把自己隐形了 结果在实验室里迷路了 直到同事们听到他在墙角的咳嗽声才找到他 想象一下 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穿着隐形斗篷 四处碰壁的场景 简直是现代版的隐形人 总之 隐形材料的研究不仅是科学的前沿 更是人类想象力的延伸 未来 我们或许能看到更多的隐形技术 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甚至是隐形的交通工具 想象一下 早高峰时 你在路上看到一辆隐形公交车 心里会不会感到一丝欣慰 所以 隐形之一不仅仅是一个梦 它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世界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 能够像隐形材料一样 灵活应对各种挑战 成为生活中的隐形英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字节之力 字清洁材料的清洁奇迹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字节之力 字清洁材料的清洁奇迹 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的标题 但其实它是现代材料 科学的一个真实故事 首先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试试开始 你知道吗 字清洁材料的灵感来源于自然界 尤其是荷叶 荷叶表面有一种特殊的微观结构 使得水珠在上面滚动时 能够带走污垢 这种现象被称为超出水性 就像是荷叶在说 我不想沾上任何东西 走开 污垢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人生也能像荷叶一样 轻松地把烦恼和污垢一滚而去 那该多好啊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自清洁材料的应用 比如 某些建筑物的外墙涂料 就采用了自清洁技术 想象一下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建筑物的外墙就像是穿上了隐形斗篷 不需要清洗 污垢和灰尘都能自动消失 这样一来 清洁工人们就可以把时间用来喝咖啡 而不是在高空中擦窗户 真是个双赢的局面 当然 自清洁材料的奇迹不仅限于建筑 我们现在有自清洁的窗户 衣物 甚至是厨房用具 想象一下 你的锅碗瓢盆在洗碗机里洗完后 竟然自己就干净了 这就像是厨房里的魔法 谁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呢 不过 话说回来 自清洁材料也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 它们通常比较昂贵 且在极端环境下的表现 可能不如预期 就像是那些在社交场合中 总是表现得很完美的人 实际上 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秘密 和不为人知的烦恼 最后 我想说的是 自清洁材料的研究 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轻松 更是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 通过减少清洁机的使用 我们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片荷叶时 不妨想象一下 它的字节之力 或许它会给你带来一些生活的启示 记住 生活中总有一些自清洁的奇迹 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三个 充满科学魅力的主题 超弹性材料 隐形材料 和自清洁材料 听起来 是不是都有点像科幻电影的情节 其实 它们都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许多惊人的应用 和未解的可能性 首先 超弹性材料 让我们想象到了运动员在赛场上飞跃的瞬间 未来的运动鞋 甚至能让我们像弹簧一样轻松反弹 接着 隐形材料将我们的想象力推向了更高的层次 军事隐形 隐形建筑等技术的出现 仿佛让我们能够在现实中体验到魔法的存在 最后 自清洁材料 不仅能让我们减少清洁的烦恼 更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 展现了巨大的潜力 深入分析这些材料的应用 我们发现 它们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 更是对自然界灵感的在创造 超弹性材料的灵活性 隐形材料的光学操控 以及自清洁材料的自然机制 都在提醒我们 科学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 而说到这里 或许我们也能在日常生活中 找到一些超弹的灵活性 隐形的应变能力 和自清洁的智慧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不妨试着像这些材料一样 灵活应对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材料有何想法 你们是否也想要拥有一双超弹的运动鞋 或者一件隐形的外套 欢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讨论 这场科学的奇妙旅程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